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是先翻了翻前台的菜单 翻完 他抬起头无奈地冲我笑了笑说 这不是我们老百姓吃饭的地方是吧 当时我就暗暗地想 我长大了 一定不要过这样的日子 回家跟妈妈吐槽这件事时 妈妈跟我讲 这就是普通人啊 她和爸爸有一次去学校看我 下了火车很累 就近找了一家饭店吃饭 结果发现一个炒饭都要大几时 于是又出来了 我妈轻描淡写地说 花那个愿望钱干啥 都未必有我做的好吃 我有点不能接受 我们家条件也不差 怎么就连几百块钱的 一顿饭都吃不起了 等我长大了 可千万不要像父母这么扣 一晃神 如今的我也已经为人妻为人母 当有一次 我坐在北京烤鸭的饭店里 犹豫着是点一只还是半只 半只烤鸭的价钱 够给孩子买一套小猪配起的新书了 突然间 就想起父母曾给我讲过的这段往事 一瞬间就理解了父母 也一瞬间 泪水就打湿了眼眶 每一个成年人 都要在金钱上 时时刻刻做着拳衡 走进饭店 看了价钱不吃 也许是有些丢脸 可这丢脸 比不上父母的一个血压剂 比不上女儿的一条新裙子 比不上家里的一顿红烧肉 这就是每一个普通家庭的日常 年少时什么都不懂 长大了 经历过 才明白生活不易 现实里没那么多光鲜亮丽 也没那么多诗和远方 谁都得上班下班 买菜做饭 那些我们曾瞧不上的低配生活 才是人生真正的常态 豆瓣上有一个热门话题 叫像我这样节俭的生活 目前已经有了三千多万的浏览量 无数个分享用户 将节俭贯彻到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自己做饭 坐标深圳 房奴 最近爱上了做饭 以前从来不逛超市的我 如今发现 晚上肉类满意送意 有七毛钱两颗的大白菜 一块钱一根的茄子 五十块钱就能非常好的吃一周 省下的钱 就等着明年淘到特价机票 休年假出国玩吧 拒绝非必要消费 三餐固定 一天十五 非重大节日不喝奶茶 咖啡 拒绝所有饮料 不吃烧烤 不看电影 不逛街 不上淘宝 不买除了矿泉水外的任何东西 省下钱来 去买新candle 熟练薅羊毛 成本约为两元的晚餐美滋滋 像我这样节俭地在深圳生活 最大的诀窍就是 熟悉各个超市和便利店的打折时间 这些人里 有刚毕业的年轻人 也有已经成家立业的中年男女 有个博主开玩笑般的言语 却引来了最多心有气气烟的恢复 要问我为什么这么折剪 那当然是穷啊 说白了 只是不舍得花这份钱而已 斤斤计较着 精打细算着 盘算着省下来的钱 够奖励自己一次旅行 够给父母买份保险 够给孩子报个辅导班 放弃那些不必要的花费 是为了把钱 花在更有意义的地方 这就是成年人的生活真相 有不能想花就花的克制 也有心愿达成的快乐 年轻时总以为 理想的生活是 名牌加深 光鲜亮丽 有闲时和杯咖啡放松 下班后再来一份精致晚餐 可事实上 去年凤凰网财经发布了 2018年白领生活状况调研报告 在报告中发现 超过七成的白领 午餐费都不超过二十元 原来印象中那些踩着高跟鞋 出入CBD的精致白领 午餐也不过就是一份杀线小吃 只有真正在现实里 摸爬滚打过的人才懂 成人社会 没有那么多所谓的精致 都是普通人 都得过日子 去年台风删除过后 微博上曾热传过这样一张图片 天上乌云密布 大风仍密止息 路上更是密布着 被风吹倒的大树 而无数的深圳人 早已走在上班的路上 公交停运 无法行车 他们就靠自己的双脚 攀爬前进 成年人的世界里 有一条铁绿 天塌下来 不能耽误上班 有句话调侃的好 人生中80%的痛苦 都来源于上班 可不上班 就将有100%的痛苦 来源于没钱 一个月几千块钱的工资 承托着全部的生活 倘若下雨不去 刮风不去 心情不好也不去 那下个月的房贷怎么还 孩子的托费又从哪里来 寻常人讨生活就是这样 该吃的苦要吃 该省的钱要省 哪怕再难 也得咬着牙去赚钱 不知何时 微博上多了一个热搜 叫 今年的成年人 好像都很爱哭 先是南京地铁站里 一名西装革履的男子 最躺在墙角 崩溃痛苦 我和老婆来南京打工 几年了 什么苦都尝遍了 为了签单 天天陪客户喝酒 我真的不会喝酒 不会喝酒 她从喝酒喝到未穿空 也没能签下那一单 然后是那个路边围停的女子 被交警批评教育后 突然趴在方向盘上大哭 我怎么办呢 我导航都不会用 给老公打电话也没有人接 交警安抚她 情绪平静下来后 她才带着哭腔说 我家来两个星期半了 今天好不容易早点下班 想回家做个晚饭 却又在这儿被堵了 所有的这些哭声里 全是无助无力的委屈 太难了 太累了 压力好大 真的承受不来 这世上 有的是人 为了赚钱 拿自己的健康去拼 也有的是人 为了一份工作 连给家人做顿晚饭 都是奢望 成年人的世界 没有容易二字 真实的生活就是如此 奔波劳碌 一刻不休 处处都是琐碎和庸场 看看深夜的地铁站 有多少疲惫的身影 刚刚下班 再看看清晨的街头 有多少人 已然开始一天的工作 辛苦 是每一个成年人的日常生活 知乎曾有个热搜 叫别从朋友圈里认识生活 有网友讲述了自己身边的真实情况 A家的孩子拿奖了 当妈的拍个照发朋友圈 B家买新车了 拍个照发朋友圈 但是 每个人的生活 绝不只是朋友圈里所显现的那样 A不会在朋友圈说 自己和癌症斗争了很久 B不会说 自己背着一屁股的房贷车贷 别人展现出来的 一定是生活中最好的一面 别拿别人的高光时刻 对比自己的一地鸡毛 更不要用网上的虚幻 来要求现实中的自己 否则 就会在这份虚幻里 愈发的焦虑 为了所谓的精致 盲目消费 不仅得不到幸福 还会把自己原有的幸福 踩在脚下 不须这一山望着那一山高 生活是自己的 与他人无关 他人的生活 也与你无关 你站在山顶看他 就像他站在山下看你一样 都是一样的渺小 有人曾说过 每个人的终极课题 就是如何过好自己的人生 东京电视台 加油把穷认设置做 曾拍到过这样一家人 37岁的左藤一家 丈夫卖海鲜 妻子在一家诊所做小护士 夫妻俩和两个女儿一起 租住在一间小小的两居室里 左藤做买卖开朗大方 要价便宜 还常有小赠品 熟客们跟他处得像家人一般 知道他收入微薄 就拿来自家地理的菜送给他吃 妻子下班晚 一家人的晚餐都是左藤来烧 卖剩下的鱼头鱼尾 他也能做出幸福的味道 两个女儿常常欢呼着上座 晚饭时间是一家人最快乐的时光 女儿们非常爱爸爸 大女儿有时还会跟着爸爸 一起去卖鱼 小孩子稚嫩地叫卖生 不仅吸引了更多的客人 更点亮了那个小小的海鲜摊 平凡的一家人 却生活得热气腾腾 欢欣愉悦 平淡生活 也有自己的小缺幸 家常饭菜 也有温暖的地色 普普通通的日子里 也有令人动容的快乐 罗曼·罗兰说过 这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 那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 然后依然热爱生活 而这生活正因真实 才更值得我们热爱 才更可以给人温暖 将平凡的日子过出失忆 面对艰难 跨过艰难 立国万水千山 依然对生活带着坚持和爱意 那才是真正的了不起 愿每个人 都能活出自己心中的样子 好了文章分享完了 关注读者新媒体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再见